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第16回的爆裂連邪战已經正式開始了 在今天10月25日 這個讓人這麼討厭的活動 竟然一直不斷地開下來 這一次的戰鬥情報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敵隊的角色是DISPO 第11宇宙的兔子還是老鼠 然後對敵有效類別 就是馬一定有的 新的類別 高速戰鬥 然後第6宇宙還有這個BGBG BGBGG的話 活潑女孩在這邊 其實在抄襲隊他們可以放到滿 只是說能不能破譯老實說 我目前還不確定 可能需要嘗試一下 然後對敵有效角色 可以大家這邊看一下 都是宇宙生存編的極悟空 抄襲這賽 還有就是第二宇宙的這些 女戰士 然後極細的話 基本上全炎HITTO 還有最後的這個Gordon Frieza 還有這個是 都看上去的這個 Fieza & Wufan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大佬怎麼打 可以看看他們的那個隊伍 現在我最高我是看到 1億4千萬了啦 那個真的是有一點暴力啊 哈哈 然後這邊的接待用的話 我個人是推薦啦 不管你有什麼角色啦 在抄襲這邊就盡可能的放 極翼悟空或者就是宇宙生存篇的 的那個神赤炎悟空啦 藍神也好 紅神也罷了 紅神的話好像也是只有這一張啦 這張也是因為有特恐角色 把它擺進去是歸錯了 我就盡量擺全部神赤炎的悟空 我已經是盡力了 然後 在其他選擇方面 就剛才有說過了嘛 BichiBichiGaru 如果真的走不出來 你們就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把很多看前走看後的免費卡那邊 全部都丟到上去 這樣子 算是蠻簡單的啦 然後 GC這邊才是這一次的真正難關啦 希特 老實說希特真的是這一輪的大難關 因為 希特的話 我們能拿到的 大部分都是石頭卡 免費卡的話 就這一張 這一張 相信大家一定會 敢農出來啦 沒農的話 再來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還沒多看 如果還有多看的話 我們還可以百多看前多看 還比較容易一點 然後 剩下的這張是屬於石頭卡 限定卡 然後這個是五道大會卡 五道大會卡 又是不一定我們可以拿得到的 然後這邊基本上 我的組隊是組成這個樣子啦 四張唯有 誒 四張唯有的希特就擺上去啦 然後盡可能地擺一些其他角色 連接比較接近的 然後 這邊雖然說擺了三隻賽流啦 但是我過後應該是會考慮跟他換掉 可能 應該會換成香怕啦 因為我手上有的角色 大概就是 他們的 香怕的話在 誒 精力的速度上 我們還連得到 然後 類別馬 第六宇宙的戰士 誒 老實說連結也不是很好 類別也不是很棒 很難很難去做選擇啦 老實說在集系這邊 其實我也是在研究看 誒 全Freezer 或者就全追雄一族 或者就是 全部都是賽流 賽流 賽流 賽流到完 看看能不能 我還在嘗試著 不過現在給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目前最簡單的破譯方式 我這邊也是剛好 遇到一個 好友真的是很給力這一次 比較偏一點 超系方面的話 就還不錯 免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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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三張免費卡 然後三張四抽卡 但是也算是讓我安全的通關 在這邊 因為超系這邊 我們只要全部集翼悟空 或者就是移動生存篇的悟空啦 連接方面基本上不會太多問題啦 你看我這樣隨便組一組 都有一個破百的連接跟類別 相當的OK 最大的難點其實是在集系這一邊 集系的話我們需要 一二三四五 五個希特 這個就真的很難 如果你的好友就是有四張希特 或者是那個紅神悟空跟希特那一張 可以擺進去的話 其實有到五張啦 我只能說有五張希特 基本上就是穩的了 可是現在最大的難題就是 就像玩了我自己的卡斯內 我要組到五張希特是非常難的 我最後也是只能弄到四張出來 然後再殘殘其他的 目前就是這麼個樣子 需要一直不斷地刷一下好友那邊 看大家能不能找得到 再來的話 這個霸選三的話 不管你是選極翼悟空或者選希特都OK 這邊是非常幸運的 剛剛好破了一個E啦 然後在攻擊手方面 倒是有一些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這個啦 首先我有放在旁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技術的希特 是最優先的 不管你是財星 有開路沒有開路 它都是能夠輸出力度最大的 這邊的話 我是看一個日本的大佬啦 他每次都會統計這些數據 他放出來的那個情報這樣子啦 他那邊給出來的話 技希特的那個順位是第一順位啦 如果有 不管你有沒有開路 它都是最優先 然後第二的話 就是隸屬的屬性希特 隸屬性的那個屬性補助希特 拆心跟開兩路的話 都是比較優先度 如果沒有開路的話 就是我們第三名的那個 這一張 卡坤沙 來自宇宙生存篇 其實我自己也想不到 它竟然這麼猛 它的數據出來竟然這麼猛 就是這一張卡坤沙 它的話 是順位是被排在第七位的 就是 前面的六位 就是講他們的排名啦 傷害排名比較輸出力 給力的話就是 技希特 1到4位 都是它 就是 財星 2圖 1圖 跟5圖 就是55% 69% 79% 然後100% 然後 這一張的話是可以排到7號啦 所以第三優先的話 就是這一張卡坤沙 如果是 既希特沒有 隸屬的希特 又沒有開到兩路的話 卡坤沙 就是你的第一選擇 這一張 非常的棒 我也有看到大佬 用這一張來 完成 破億的那個傷害 正面這次是 比較有一點點 重要的東西啦 所以這邊就強調一下 接下來的話 就是自屬的希特 而我們看起來非常強悍的 極悟空的順銳 其實是排在第五位的 然後這張之屬 這張之屬的那個 希特的話 需要彩星 才是會比較OK 如果沒有開路的話 也是不這麼的好用 可是 像這一張 極悟空的話 也是需要彩星 它的能力才會給力 如果你是 開兩路開一路的話 那麼直接選擇卡坤沙就好了 剩下的就不多做介紹 前面就是給大家 這五張來參考就好了 哈哈 這是最給力的這幾張 然後 好友的那個 支持者選擇 就像剛才說到的嘛 超細方面 就是全宇宙生存篇的悟空 這是不用想的 也沒得想的 最好的組合啦 然後第二優勢的話 就可能BGBG 我覺得可能還行 要嘗試過啦 我目前是還沒試過 然後 極系這邊真的是很難 我已經嘗試過了嘛 就是五張希特就可以破譯 大家就盡量去選一下 然後另外的 全醉雄一族跟全賽魯這邊 接著我會再做測試 如果真的是成功的話 我會發在那個社群那邊 給大家知道 好 這邊是比較 你要說簡單的話 如果你的好友有 可以擺出五張希特 那麼就真的很簡單 可是你要說難的話 非常難 因為 記希特 當希特要組到五張 真的是很難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 因為十抽卡 比較可能 可以多出來一張 就是直屬的那張希特 如果你 真的是 每次就隨小 一直抽到 那就沒辦法 可以擺出來的 可以幫助人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要 靠著好友 真的是 沒得選 很痛苦 這就是我很討厭這個 暴力連邪戰的點底 你只能靠別人 就算你自己有抽到 你也只能 一躍走非人 OK啦 這期暴力連邪戰的打法 大概就是 這麼個樣子 重點就是 主攻手那邊 我是比較 需要給大家知道一下 不然我看很多人 用那個 極悟空來做 主攻手 有點浪費 OK 那麼 隨時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あ またねー